郭家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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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直氣壯 說我們要來吸引多一點的遊客 現在和路迪士尼拿完你這一筆 跟著靜靜雞 不是靜靜雞 是大大聲 跟上海市政府 簽了這個上海迪士尼 命是起你一柱 那我們還要繼續跪在這裡 我最記得就是 我們在財委會講的時候 就問局長 點下迪士尼有些什麼的談判立場 他那句真是香港人經典 Take it or leave it 以後拿去 五腰就罷咒 惡成這樣 跟你談判的 你都可以建議立法會去接手 這些簡直是黑社會的模式 Take it or leave it 難到不得了 跟著來和我們談那些 那個劉先生 問一下他是什麼人來的 知不知道那個協議談判內容 我不知道 不關我的事 我也沒有份談判 找個這樣的人出來坐在這裡 其實是想耍我們 因為他都不知道的 什麼都不知道 他只是在這裡 說到他知道少許的東西 這樣政府都騙了下去 好了 那五十幾億裡面 我們納稅人出的那些是實錢來的 建的那些什麼地盤平整啊 建建築物啊 真的要做 迪士尼那些很容易開數的 有幾十億呢 是怎樣呢 包括做這些的樂園裡面的機動遊戲 那個設計 那些節目的安排 道具等等 那些是開數的 大家都知道 等於別人開裝修的那些 開設計費啊 顧問費那些 開不開你幾十億呢 所以你叫他多開幾億都可以的 其實他可以再多一點的 不過我們是不是 不用 就是沒有代價 當然是有啦 我們的股份又再減一點啦 這個是什麼的 談判呢 其實最主要因為我們自己不爭氣 如果我們爭氣一點的 是做好一點的 旅遊的設施 是真是真真正正積極 去找其他的 一些無論主題樂園的 世界上的其他的營辦商 自己給香港的創意產業 發揮他們的力量 都不用搞到這樣 炒爛飯 還要拿五十幾億 還要當是如珠如寶那樣 最有趣呢 就是我們那些 建制派的議員 可以說什麼 為了兒童權利 我們的兒童 連藥都沒有啊 那個兒童精神科 是要等多少啊 最長是三年 什麼兒童權利啊 什麼兒童權利 我們的兒童是被迫考這個 那個BCA 我們的兒童的權利 原來我去迪士尼那裡拿的 真是 真是火都來了 迪士尼一次 好了 第二樣東西是什麼呢 美食車 整個商經局 拿出來 建計的 就是叫初創的 想法就是美食車 一塌糊塗 我們的美食車呢 運行了兩個月的時候 搞不定 那些人圍不到被 於是 於是政府呢 就又放寬 多些的地區給他 但其實這個是一個 注定 是失敗的 因為第一 這個美食車的先導計劃 不是對應那些市民的需要 我們講過 第一 你要給一些地方 你都要找一些 多人去的地方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我們去過什麼 去過加州 在紐約 在很多其他的城市 都會選一些 有人流的地方 放美食車 他不是 沒有雷工那麼遠 你現在叫他去什麼 最新叫阿博那裡 你看人影都不見的 除了他真的搞活動的時候 還要那些人 在一個冷氣裡面 那個場館肯走出去 就是曬一下 整一下出來 去肯去吃 不過都可能會 因為那個阿博那裡 那些東西貴得不得了 也都不夠食 那可能那些人 被迫著要這樣做 但是這個是失敗 拍死人才 真正的美食車 有沒有照顧到那些營運者呢 那輛車呢 計算了那個成本 廚房 七十萬到一百萬 這都不是香港那些 真真正正的那些小本經營的人 是可以負擔得起 或者是一些實踐來的 在很多地方去做美食車 都容許少一些的成本 譬如那些車 或者它那個 不需要是說到 用這個 跟著它那個規格 要成一百萬 高達一百萬才去做 民間也都做過自己製的美食車 當然 當然 可能那些高官看下去 都不好看了 是不是 做時做這個 展彩的時候 成何體統呢 這些就是 完全是離地的想法 好了 其實香港是不是可以做好些呢 香港有很好的 小型的地區經濟 那些夜市就是 那些虛市就是 有沒有做過的 商經局不做 交給食物衛生局 找食環處去做 真是荒天下之大謀 這個原本 原本就是去吸引 你說遊客也好 搞好國民經濟也好 在英國呢 自己做了一些研究 每年七十億英鎊的收入 它國家都有一些支出 是一些政策去做好這個 那些叫做虛市的經濟 那我們現在做了些什麼 我們現在 趕盡殺絕 其實呢 就第一找食環處去做 就是我都覺得辛苦他 因為他排派 就是他要做很多事情 他還要聯絡房屋處 康民處啊 地政處啊 路政處啊 運輸處去做 商經局 不關我的事啊 什麼 什麼吸引那些 地區經濟那些 你真是走在一旁 好了 有一個另外商經局有關的 監管美容業 香港的美容業 或者一些叫做 預繳式消費的行業呢 就是很離譜 簡直香港之恥 包括將那些顧客 禁錮 要簽卡 要騙他們的錢 甚至如果他是有情緒病的 有抑鬱的 有其他的東西 就趁火打劫 對於這些行業 亂了大龍 視而不見 應該叫他發牌的 要他有一個機制 可以除牌的 商經局不做 不做什麼呢 叫食物衛生局 又是阿高 做那個醫療美容 醫療美容是要做 但是一個是一個很小的範圍 他那些如繳式經費去劏僱那些怎樣 又不關你的事 商經局其實 是要維持香港一個公平 的一個經營 如果有人是這樣劏僱 有些連鎖集團 上市的集團 美容集團 是做一些近乎是 黑社會式的勒索勒索的生意 他又不關他事 講到最少 冷靜期都不關他事 什麼都不關他事 你做什麼的 這個叫什麼商經局 商害經濟的局就叫商經局 好了 還有一件事關你事 郵輪碼頭 香港人真的看見都是相當陋 那個土地 當然去興建的時候是曾蔭權 他決定 但是商經局 看見他的營運是這麼差 配套不足 根本是一個假大空的做法來的 都沒有轉彎 都繼續等他做到 國際的笑柄 那些遊客來到 這裡車又沒有 食又沒有 那些商場都關掉了 都挺有趣的 這是郵輪碼頭 他又看不到的 這個局長 他說完全沒有反應 那個承辦商走了 又騙那個工人的錢 無論如何都好 這些質素 是我們拿出來的什麼 叫做 省招牌 跟世界各地講 香港有個 什麼 郵輪碼頭 不要騙人 我們 幸好香港人 自己求生的能力都高 難聽點 如果靠政府就死得幾次 靠自己 拼手抵觸 靠很多 我強行 就算那些地價 天價 怎樣的高成本 政府怎樣沒有支持 都是維持到現在 但是其實是自食其力的 商務及經濟 這個範疇裡面 是對不起他們 另外一個令我們相當憤怒的 雖然大家都覺得是救民 就是我們那個通訊科技和電視發牌 通訊業 廣播業 今天剛剛有個新的新聞 有個報紙就報導 證監又查了 最新收購無線那個 原來很多的 纏繞不清的背後的股東 那可能這個是政府大的政治政策來的 即是將香港的 通訊 廣播 一路收窄 找了些紅色資本 維威偉資本 控制香港那個傳媒 就快跟大陸看齊 不如 反正777 林鄭那麼喜歡看這個 中央電視台直播 不如全部變了 CCTV就可以了 他有幾十個台 有得給你選 立刻 一次過香港多幾十個台 我們要做好 一個廣播是這樣做的嗎 連政府自己都不支持 將這個 自己廣台 數碼廣播都殺了它 當然大家都知道其他 其他那些都找不到吃 因為政府根本沒有政策的 連自己運輸處 都可以倒它自己買 那些車最初的時候都不准有數碼廣播 這是什麼政府來的 香港電視發牌 這個數碼廣播等等 在台灣 人家沒有需要數碼廣播 幾百多個 百多個民間小本經營的電台 只要用AM FM頻道 當然不會 共產黨落個旨意 不可以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 商務及經濟是假的 實行一個國家的 將香港更加依靠大陸的經濟 在縮窄香港的創新 科技 廣播 電訊是真 其實最好加上 那些什麼過濾軟件 那很快 就算不是真正2047回歸 都不遠 跟大陸一樣 將所有的資訊 廣播 傳播等等控制 統一 大業 但我相信香港人不會死 香港的創新 香港的 扣過任何的渠道 要將一些 政府不合聽 大陸不合聽的訊息 都要講出來 香港人在工商事務 去維持自己的飯碗那裡 不會等政府施捨 不過這些這樣的官員 施為素餐 令到我們 不但沒有進步 不斷退步 本人僅止陳詞 王混聰議員